当时我们要谈婚嫁的时候 我所需要的那只是要一个红包 那就是我的聘礼了 我是福建人 我是新加坡的福建人 是爱跟他关 会关 爱人 聘礼的话 以前的人都是会 很大的一个皮箱 放很多钱 现金 我记得那个聘礼是烧肉 当时的代理就是饰品金 一封信封里面一张支票 银石项链 铲石戒指 铲石耳环 还有铲石手环 还有那种五点金 就算我亲爱的背叛了我的信任 我永远不会抛弃我所爱的他 我已经为Julia做了这么多事了 我相信他这次一定会答应嫁给我的 哦 当然啦 我可以开始想想并礼了 哦 对对对 并礼 不错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阿哥 已经是一百罐了 比平常的两倍 一百座 太过分了啦 哈哈 不只是这样啊 你要带我女儿去哪里读业 阿哥 请放心 为专业设计了一个完美的假期 我们 你要决定找一个好地方在外国 做头本 祝五星 而且也不要太劳累 因为脚尾大喊 因为脚尾大喊 阿哥 祝月喜欢探险和运动 我知道 但是他喜欢我们不喜欢 因为我们老了 阿哥 你 我们 我们 哇 真的啊 他们也要跟你们去度蜜月啊 超厉害的 哈哈哈 房子准备好吗 阿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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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日本人 如果你是中国人 嘿, bro 老实说我不在乎外面的行情 对我来说我愿意为我的亲爱的付出任何代价